从去年腊月直到此时的漫长的大半年十月里 陆子林都过着一种无以诉说的苦涩的日子 他的儿子陆兆鹏 把田福贤以及他在内的十个相约 推上白鹿村的西楼 让金书手一项一项揭露 征收地丁银内幕的时候 他觉得不是金书手 不是黑娃 而是儿子赵鹏正在朝他脸上撒尿 就是在那一瞬间 他忽然想起了 岳维山和赵鹏握在一起举向空中的拳头 就是在那一瞬间 他在心里蹦出一句话来 我现在才明白 啥叫共产党了 陆子林猛然正开 压着他的农邪会员扑向西楼脚上的闸刀 吼了一声 你把老子也砸了 就栽倒下去 他又被人拉起来站到原位上 那阵子台下正吼喊着要拿田福贤当众开闸 赵鹏似乎与黑娃发生了争执 陆子林那天回家之后 当即辞退了长工 刘某尔 他听说 下一步 农邪要没收土地 就郁家懒得到田头去照料 一刃包裹骨子 棉花疯涨 他只是迫不得已 才在五间歇赏时拉着牲畜 到村子里的烙池去印水 顺便再调回两袋水来 老妇陆太衡 也说不出有力的安慰他的话 只管苦中嘲笑说 啥叫修了仙人了 这就叫修了仙人了 哎呀 把仙人修得在阴间呲牙了 田福贤回元以后 那些跟着黑娃闹农邪 整日就像过年过节一样 兴高采烈的人 突然间 像双打的红烧万子 一夜之间 就变得趋黑 捻他了 那些在黑娃和他的革命弟兄手下 遭到灭顶之灾的人 突然间还阳了 又像迎来了自己的六十大寿一般的兴奋 唯有陆子林还陷入灭顶之灾的枯境里 就连田福贤的恩光也照不到他阴冷的心上 田福贤回到园上的那天候上 陆子林就跑到白露仓去面见上级 他在路上就想好了 见到田总相约的第一句话 哎呀 你可回咱园上来 然后两个人交臂 痛哭三声 可是 完全出乎陆子林的意料 田总相约 嘴角扎着烟卷 只欠了欠身 点了点头 仅仅是出于礼节性的寒暄了两句 就白手指给他一个座位 然后就转过头和其他先来的人说话去了 几乎再也没有把他红润的脸床转过来 陆子林的心里就开始吵起晦气 两天后 田福贤召开了各保障所相约会议 十个相约参加了九个独独没有通知陆子林 他就完全正视了面见田福贤时的预感 陆子林随后又听到田福贤 邀白家宣出马 当第一保障所相约的事 他原先想再去和田福贤坐坐 随之也就莫自取消了这个念头 陆子林一头灯脱了 一头抹掉了 两只船都没踩住 先是共产党儿子整了他 现在是国民党白路区分部 再不要他当委员 连第一保障所相约也当不成了 陆子林灰心丧气 甚至怨恨起天福贤了 在别闷至极的夜晚 只能到冷先生的药房去泄一泄气 别人看他的笑话 而老庆家不会 冷先生总是诚心实意的 催他纸碑 劝他做退一步响 冷先生说 你一定要当那个相约弄傻 人家家宣教当还不当呢 你要是能缠三分家宣的气性 就好了 陆子林解释说 我一定要当那个相约干球来 要是原先甭叫我当 现在不当那不算个啥 先当了 现实又不要我当 那是对我起了疑心了 这就成了大事了 冷先生仍然冷冷的说 哪怕他说你是共产党 你是不是 你心里还不清楚吗 肚里没冷病 不怕吃习惯 我说你要是能掺和 三分家宣的气性 也就是这意思 陆子林接受了冷先生的劝说 在家只待了三天 冷先生给他掺和的三分 家宣的性气就跑光了 田福贤在白鹿村戏楼上 整治农鞋头子的大会之后 陆子林再也闭门静坐不住了 跑进白鹿仓 找到过去的上司 发泄起来 田总相约 你这样带我 兄弟我想不通 兄弟跟你干了多年了 你难道不清楚兄弟的病性吗 我家里出了个共产党 那不由我呀 赵鹏把你推上西楼 也没松饶了我呀 他把我当你的一伙整 你又把我当他的一伙怀疑 兄弟我而今是猪八戒赵静的 里外不是人呢 田福贤起初愣了半傻 随之打断了陆子林的话 兄弟 你既然把话说到这一步 我也就敲鸣叫响 你家里出了那么大一个共产党 不要说把个白鹿远 搅得天翻地覆 整个资水县 甚至全省都给他搅得鸡犬不宁 你是他爸 你大概还不清楚吧 赵鹏是共产党的省委委员 还兼着省农协副部长 你是他爸 咋能不疑心你呢 陆子林赌气的说 他是啥我不管 我可是我 我被众人当凤子笑了 我没法活了 你跟岳书记说 干脆把我压了 杀了 省得我一天 人不人鬼不鬼的受羊罪 田福贤再次打断他的话 兄弟 你风言浪语的近乎说 我为了你的事 跟岳书记说了不下八回了 我当面给岳书记拍胸口 做宝举荐你 说子林跟我同堂念书 一块共事 眼波多深 眼睛毛多长 我都清楚 那是连一丝共产党的气也没的 这岳书记到底送了口了 说幻影部再看看 你心里不受惑 说气话 我不计较 你大概不知道我 为你费了多少唾沫吧 陆子林听了 竟然双手抱住脑袋 哇的一声 哭了 我再也想不到 活人活到这一步 陆子林站在记桌前 眯着眼 消磨着时间 孝文领读的相约条文 没有一句能唤起他的兴趣 事事都成了啥样子了 啊 还念这些老孤独 这好比人害了脚长沙 要避弃了 你可记着啊 喂红堂水 但是他又不能不参加 当陆子林心不在焉 站得难受的时候 一位民团团 丁静止走进祠堂 从背后拍了拍他的肩膀 田总相约 请你 一个请字 就使陆子林空虚已急的心 突兀的猛跳起来 陆子林走进白鹿舱 那间小聚会室 田福贤 从手席上站起来 伸出胳膊 和他握手 当即郑重宣布 陆子林同志 继续就任本舱第一保障所 相约 在田福贤带头拍响的掌声中 陆子林深深的向田福贤 鞠了一躬 又向令酒味相约 鞠了一躬 两个黑漆房桌上摆满了韭菜 陆子林有点局促的 坐了下来 田福贤说 今日这洗衣面 是贺老先生请诸位的 我刚回到园上 贺老先生就要给杯子 接风洗尘 我说咱们国民党 尊奉党规 不能开着 吃请风之先例 今天大局出定 全赖的诸位相约协力 又逢子林兄弟 父之喜事 我接受了贺老先生的心意 解化献佛 谢成诸位 贺耀祖捋一捋雪白的胡须 站起来 哎呀 我活的这岁数 已经够了 足够了 黑娃跟贺老大要眨了我 那我连眼睛都不眨 我只有一件事情 搅在心里 让黑娃 贺老大 这一杆的死狗 赖娃 在咱园上 又喝六 掐红捏绿 我躺在地底下 气也不顺 甭说活着的人了 福贤回来了 袁上而今安宁了 我当下死了 也闭上眼睛了 陆子林站起来 承蒙诸位关照 特别是田总相约 宽宏大量 明天受我疫情 立即有几位相约 吓着说 即使天天痴情 也轮不到你 一个月后 许是轮上了 田福贤 把话头打断了 诸位呢 吃好 喝好 听我说 园上大局已定 但还是不能放松 各保障所 要一个村子 一个寨子 齐过手 凡是参加农邪的 不管穷汉 富富 男人 女人 老的 小的 都要叫他 说个啥 把弓上硬 把弦绷紧 把牙咬死 一个也不能松了 饶了 要叫他一个个的 都尝一回 辣子 辣 如果有哪个 还暗中活动 或者死不改口 你把他送到我这来 我的这些团丁 会把他叫乖的 再 千万留心那些 跑了 躲了的 大小头目的 迎宗 田福贤 回过头 对坐在旁边的 陆子林说 前一项呢 你没到任 第一保障所 所辖各村 动静不大 你而今上任了 就要迎头赶上 这下就看你的了 田福贤 说的是真心话 白鹿村 在园上举足轻重的位置 使他轻易不敢更换 第一保障所的相约 处于各方面的考虑 他仍然保全了陆子林 只有陆子林 可以对付白家轩 陆子林经过一天的准备 第二天就召开了白鹿村的集会 从白鹿仓借来八个团丁 乙壮升威 田福贤亲自参加乙式督战 白鹿村那些 当过农鞋头目的人 被压到西楼上 田福贤第一次 在这开大会的时候 栽下的十根杆子 还被拔掉 正得用场 白鹿村农鞋分布的大小头目 甚至不算头目的 蹦得的欢的几个人 也都被压到台上 正在准备如法炮制 升到杆顶上去 这些人早已经见过 贺老大被蹲死的情景 一看见那杆子就贪婪了 就跪倒在陆子林面前求饶 陆子林 瞧也不瞧他 只按照既定的程序进行 五六个人已经被推到木杆下 空中坠下带钩的皮绳 勾住了背负在肩后的手腕 这当白家轩走上台子了 陆子林忙着给白家轩让座位 他早晨曾经请白家轩和自己一起主持这个集会 白家轩辞谢了 又是那句全当狗咬了的话 白家轩端指走到田福贤的前头 拘了一躬 然后转过身 面向台下 跪了下来 我带他们 向田总相约和陆相约 陪情受过 他们作乱是我的过失 我身为组长没有管教好族人 理应受过 请把他们放下来 把我调到杆上去 乱纷纷的台下 顿时哑雀无声 田福贤坐在台上的桌子后边 一时没了主意 白家轩出奇的举动 把他搞得不知所措 陆子林呆愣了片刻 就走到白家轩跟前 一边拉他的胳膊 一边说 家轩啊 你这算啥呀 人家逗你有你 你反来为他们下跪 白家轩端端正正跪着 凛然不可动摇 你不松口 我不起来 陆子林放开拉扯的手 又奔到田福贤跟前 两个人低声商议了一阵 田福贤就不识绅士风度的走到台眼 哎呀 家轩啊 快起来 啊 田福贤又对台下说 看在家轩的面子上 把他们饶了 白家轩站起来 又向田福贤打工作医 田福贤说 白星啊 和黑王婆娘不能放 这两个人 你也不容他们进祠堂 白家轩没有说话 就退下台去 从人群里走出去了 陆子林已经不耐烦的挥一挥手 白星儿和田小娥就声上空中 许多人吼叫起来 蹲死他 蹲死那个小婊子 田小娥惨叫一声 就再也叫不出了 披头散发被吊在空中 一只小巧的尖头上 绣着一朵小花的鞋子 掉下来 对白星儿没有使用蹲行 只轻轻的从肝顶上放了下来 两只手高举着被绑捆到头顶的木杆上 田福贤说 乡党呢 大家看看他那两只手 人们一起晕到白星儿跟前 那两只鸭鸭一样的 连在一起的手指和手掌 丑陋不堪 怪物似的被好奇的人们仔细观赏 白星儿 平时把手包藏得很严 庄肠上又不准人为官 能见到他的连指手的机会几乎没有 田福贤嘲笑着说 长着这种手的人 还想在园上成事 白星儿满面羞辱的紧闭着双眼 蜡黄的瘦长条脸上 虚汗如煮 一个团钉提着一把弯连似的长刀 站在木杆下 像是表演拿手绝技一样 洋洋得意的扬起手臂 用刀尖一划一挑 把白星儿食指和中指尖的鸭鸭一样的薄皮割断了 白星儿一声惨叫 连着一声惨叫 就像被敲出这样压在地上 割破包皮挤出两颗粉红色高丸的公猪的叫声 一些胆小心软的人纷纷退后 一些胆大心硬的人挤上去继续观赏 团钉的刀刃和刀把都已经被血浆染红 鲜血从他攥着刀把的后掌里滴落到地上 他仍然不慌不忙的扬起刀 小心翼翼的用刀尖对准两个指头之间的薄皮一划一挑 直到把两只手掌做完了事 白星儿已经喊哑了嗓子 只见他频频张嘴 却听不到一丝声音 行啊 行啊 你行啊 子林啊 你今日耍猴耍得最绝 天父贤说 就这样往下耍 就这么一个村子一个寨子 齐白白的往过耍 皇上他就来了 跪下求情也不松饶 陆子林说 白鹿原生怕是再也行不出第二个白家轩了 你今日亲眼看见了 家轩这人就是个这 天父贤说 家轩爱修祠堂 由他修去 爱念相约 由他念去 下跪为人求情也就这一回了 你干你的事 甭管他 你可甭忘了黑娃 他跑了 可不是死了 黑娃在你的保障所辖区 又在你的村里 你该时刻留心他的影踪啊 陆子林说 怕是他有十个胆 也不敢回园上来了 天父贤说 只要我在这院上 亮他也不敢回来 不是他回来不回来的事 咱得下功夫 摸着他的踪影 把这个猴耍了 那才算是耍得好 哦 感谢观看